主席 請農務部長 請農務部長答應 部長 文化可以使我們的城市變得很偉大 對不對 可以讓台灣 在世界發光發亮 大家都看到台灣 所以你說了 我們在總預算裡面 希望文化部的佔總預算 至少要百分之一 希望要一趴 所以也差不多啦 如果這個逐年要增加的話 你的目標是兩百億 現在是一百六十幾億 所以在這個規劃裡面 一百六十一 我們看到四逐年增加的 在這個機關裡面很少 少數的機關有這樣子每年都可以增加的 行政院其實很支持的 我們的政府是非常的重視 文化部 那今天你的預算 的編列的分配情形 也非常認真了齁 彩色版的做了整個比例上的分配 如此用心 就應該要知道 文化部成立一週年之後 你們在各項 怎麼樣扶植文化 不管是軟硬體的 的建設 都是希望讓我們整個台灣的文化 跟我們的硬體 不管是文創園區 都能夠讓國際的人士多多的來我們台灣參加 跟表演 跟發表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在這裡面 看到在文創制方面的經費 非常的不多 佔總 文化部的總預算 佔幾% 有沒有5% 沒有吧 所以如何去扶植 我們創意 能夠現代跟傳統能共同結合的來發揚光大 這種文創 部長你是重視產品還是重視名人的作品 我們其實都重視 都重視 我特別去看了一些我們近一兩年的補助 在這文創的補助都是名人 像電視上的有王偉宗 林懷銘 吳念真 還有我們的賴聲川 都是 在國際上有知名的人 所以是人 比較重 作品 我看不到 很多小而美的作品很好的 我們文化部又補助哪些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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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非常非常多 我們其實大部分的資源 是給 呃 這些大明星以外的補助 包括表演藝術 呃 包括文創工藝等等 但是呢 對於這些有明星的 呃 我們也希望能夠扶植他們 讓他們發揮明星效應 可以進入國際的市場 跟國際的事業 所以對於不出名的 從前端開始的補助 到後端利用他的明星效應 你比如說 你如果是協助讓侯孝賢可以更大的進入這個歐洲市場的話 他的作用跟我們扶植 小的剛剛起來 那是不一樣的作用 可是他兩者都很重要 兩者都有在扶植 是 所以 部長 我們看到 我們在101年的時候 由政府直接投資的 一部國片 花樣 票房很慘 口碑也不佳 所以這作品怎麼樣去評選 這個機制 真的要做好好調整 對不對 對 我們要叫好也要叫做,才能夠寓教娛樂 所以我更看到有一個選舉機制的不公 影藝人員都在怕法這件事情 就是今年的文化部補助350萬給陳妍希的個人專輯 他是符合什麼條件資格? 會補助他個人的專輯呢? 呂委員,這一點我可不可以請我的局長來跟您解釋 是,請,影視局局長 報告委員,這個旗艦型計劃並不是給陳妍希個人 是給他所屬的這一個唱片公司福茂 那福茂他是一個整體行銷 他提出什麼計劃呢? 他整體行銷計劃 他個人的專輯就是福茂公司 這麼多的影視歌星都有啊 福茂公司提出一個整體行銷 為成名的新人我們就扶植他嗎? 那選秀節目這麼多新人呢? 不是,我們是有一個... 得到冠軍了你為什麼不去扶植呢? 報告委員,他提出計劃來的時候 我們組成一個評選委員會 就這些申請補助的這些計劃公司 就他的行銷的計劃來做評選 那評選之後陳妍希只是他其中一個騙子而已 他一個人就350萬是不是? 不,他這個350萬不是給他一個人 他是包括他整個行銷的... 個人專輯不是給一個人是給多少人 他是整個行銷的一個經費 他不是給他專門發片的用途 他是給這家公司300萬 為什麼我們做這種的輔導? 為什麼我們補助這種獎勵? 在這個個人的專輯裡面 這個是我方才跟委員發表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這是因為整體行銷 我們希望促進這一個整個流行音樂的上游 他能夠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 如果我們沒有補助這些... 選秀節目不就會上游帶動下游了嗎? 報告委員,報告委員 不許輔助唱片公司做這方面的投資的話 他們是有風險的 今天基於我們在旁協助 我們並不是他整個的費用的全部 局長 本席一直提醒你 台灣的選秀節目 你有沒有看過呢? 是 他們是不是就讓一些有創意 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 在那邊發展自己的才藝 然後評選之後 得到了冠軍之後 他們唱片公司就主動的 就扶植了 就幫他出個人唱片了 還需要母話部做這項投資嗎? 報告委員 也只有現在台式的節目 才跟進來 他做選秀之後 幫幫助他發片 過去所有的選秀節目 並不幫協助這些選手去發片 都有的 局長你活氣好好看選秀節目 這邊我就不再爭論了 部長 好好做的調整 文創的領域非常的寬廣 在影視我們非常要重視 我知道在影視這一塊 也不是很多的經費 我們希望我們政府 不要再提到說像韓 韓國的韓流 是政府請全力的來推廣 才能讓他在帶動周邊的整個產業連 整個產業在國際上都能夠 能夠整個經濟上都能夠有很大的發展 所以這也是要文化部跟我們經濟部 大家共同橫向 好好的來做這個溝通好不好? 是 這個要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對 我們拍的片子也好 都要激勵人心的 對 所以我們很多的文創園區 不要成為文字館 要善家的利用 這個資源要好好的做調整管理 嚴格的把關 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對 部長 在我們的 博物館 現在都 歷屬在我們的文化部 對不對? 並沒有全部 有一些像交通部也有他的交通博物館 教育部也還有他的科學教育博物館 所以 我們對於博物館的管理 這個機制 這個管理的權限是在文化部嗎? 主要是在文化部 主要 是 所以我們台灣總共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館 有幾座? 有 大大小小的有七百多個博物館 是啊 所以要好好的管理 把我們的藝術 我們的資產 怎麼樣去保存 對不對? 所以 部長 我們的博物館法 有在要送進來行政院了嗎? 嗯 快了 大概在 可能在 七百多個要管理 我們還在 我們博物館法已經快要可以送行政院了 所以我們的管理的方向 大概 部長的 我們比較不是採用管理管制的方法 我們比較用獎勵跟輔導的原則 來做為這個博物館法的主要的精神 他已經要 大概是最後一關就要送行政院了 大概什麼時候呢? 呃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資源市市長 什麼時候 大概我們下個禮拜就可以辦三場公定會還有部會的這個協商 今年就可以了 對 我們預計大概十一月可以送行政院 是 我們非常希望我們的這個博物館的管理法裡面 可以輔助我們所有七百多個博物館 怎麼樣的收集我們的所有的藝術產品跟歷史的寶物 好好的來收藏 而且最重要的管理 最重要的管理 部長 要有傳統的文化 而且注意不要收到假的東西 嗯是 我們會強調這個專業上的福祉 好 我再補充一個 就是我們很多的五大 在我看我們台灣二十幾座的那個文創園區啊 很多啊 都太過於商業化了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雖然說他們的自償率的問題喔 像華商好了 原來沒有增加一些商業的 像飯店啊或者是商場啊 或者是一些買賣的東西的地方喔 反而沒有辦法那個讓他盈虧沒辦法平衡 華商增加了很多 包括餐廳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創園區 要顧及到他的盈虧自償的問題 可是不要太商業化 是 因為這個是我們一直要去注意 而且要去調整跟督促的事情 我們的用意是以商養文 以上業來養文化事業 但是這兩者之間是怎麼樣不會本末倒置 它其實是一個高挑戰的事情 我們要持續的觀察跟督導跟協助 是 部長我還是關心地方喔 我們在地方在文創的一些社團 一些輔助喔 得到很少很少的資源喔 所以 部長在這個補助上面的 在這一 在一整年來講 我們在文創補助上 大概有1000多件 桃園補助幾件 嗯 我不知道這個沒有特別的算過 我們希望部長重視 輔助 不管大大小小 我們希望給他們一個鼓勵 讓他們去開花結果 能夠把他們的文創的精神發展出來 好不好 好我們加油 這個要請部長多多關心我們的地方 是 謝謝部長 謝謝